这是Bob,是位备受肯定的CTO 他花很多时间和团队一起努力打拼 是公司不可或缺的人才 不过,可怜的Bob不知道 骇客已经盯上他的公司 正在司机对公司的详细员工个人资料下手 就这样,Bob和他的团队从重要人才 变成了让公司遭害的元凶 对大企业而言 骇客就是莫大的威胁 骇客可能会锁定像Bob这样的员工 找机会入侵贵公司 但是,只要有SalePoint 您就可以高枕无忧 我们拥有多年的经验和专才 保护世界知名的公司 我们相信,保护好身份就能万无一失 就以贵公司为例 如贵公司这般的大企业 都会有HR资料 使用者存放库 电子邮件及生产的应用程式 企业应用程序 内部自行开发的应用程式 网页SaaS 除此之外,还有本地端及云端档案储存系统 这是用来储存客户或员工资料的 甚至于,贵公司可能有能自动处理登录作业的SSO系统 这些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比方说,这位员工刚进公司 于是,公司里的每一项服务都会有他的账户角色 这是手动建立的 以这个例子来说 8这个小数字就是他的身份 不过,假设贵公司员工人数超过1万位 采用100种以上的应用程式 不同的应用程式又分不同的权限 这个小数字恐怕会暴增到100万以上 我们会在其中每一个系统中截取资料 再将资料与一个identity queue建立相互关联 这样就能简化以上所说的流程 所以,只要与这位员工的工作相关 一切资讯全都安全地存放在同一处 不管是这位员工的上司、集合人员或其他人 随时都可以查看他的登录记录、存取情形等等 所有资讯一律透明 如果这位员工换团队或升职了 您可以马上变更他的存取权限 要是他离职了 您也可以完全移除他的权限 所有系统、使用者和资料完全无所遁形 要进行自动处理自然不难 也完全遵守规章 为公司也就安全无余了 身份就是资安的核心 无需详细资讯 请上网浏览 www.sailpoint.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